大家好 我是Philip 今天這條影片非常特別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已經在這個機場 準備上飛機和大家一起試一些新的東西 希望拍攝這次的方向給大家看 記得看下去吧 如果有看過10號Z8發布的影片都知道 我和Nikkan的同事一起去了杜拜 拍攝這次最高最高最高機密 就是NikkanZ8的宣傳影片 因為實在太機密的原因 所以整個製作只可以我一個人負責 唯有叫Nikkan的同事一起幫忙 尤其是先拍給我 又或者我自己要拍FLOG給大家看 希望一年多集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雖然不是拍攝旅遊FLOG 這樣就可能會拍漏很多東西 或者會少拍很多東西 或者說笑很多東西 但是希望大家也會喜歡 真的幾年沒有飛過 因為疫情一直都沒有飛過 相信大家都也是 叫做交易程後第一次飛 我發現是很有趣的 原來在等候機的時候 燈上有USB可以充電 但發現原來它的C頭是充不了iPhone的 如果大家可以充電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但我都試過幾個跑 都幾條線都是充不了的 不知道它是否只充Android 這個也挺有趣的 經過了9個小時的飛機 終於來到杜拜了 其實我自己是第一次來杜拜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杜拜呢 也對這個國家覺得如何呢 這次的旅程其實也挺特別的 因為所有事情都不可以跟別人說 因為都是最高機密 所以其實就一直要等到發佈之後 之後才可以出相片和片 所以也挺有趣的 讓我們來看看 去到當地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晚上 所以就馬上坐車 因為當地的團隊 已經包了一輛車來接我們 我們就回酒店 先天天確認 以及擺放行李 準備在這幾天 都會在杜拜的拍攝 這段影片也會帶給大家 整個旅程 究竟我們去哪裡玩 在拍攝上有什麼特別 也希望這段影片可以帶給大家看 今天已經來到杜拜 接著就是這間酒店房 今天就應該差不多了 因為其實剛才就在樓下便利店 去買了一些飲品 但是回到來 都開始準備明天 可能之後幾天的拍攝器材 跟大家不如說一下 我這次就帶了什麼 看到大行李 大行李 我先轉個鏡頭 轉回來 容易一點說 大家看到這一行李 其實是大多數的器材來的 有三支一麥火的智雲燈 然後有兩支六十 然後有些罩 NCM10 即是那個手柄 新的力強手柄 還有Gimbo 一個擺玻璃槍 Ton and Time Bag 不知道有沒有用 這些大定 另外還有土串 土串螢幕 還有一些Pops 然後一個斜背包 輕便一點 這些行李是衣服來的 我這些衣服 有藥 記得 這些大藥是一定的 大量的塞絲紙巾 因為鏡頭很骯髒 這支是剛才說的 照雲燈 我帶了3支100 我用了西支 方便帶過來 然後就去到Mapbook Pro的位置 我的Mapbook Pro 可能剪片也有機會用到的 因為很多工作都繼續做 可能充電量也要剪片 另外有XD 一支是Sedded Bridge 一支是之前買到GTEC 窗口 看出來 有機會都不知道 可能會不會拍攝時間鏡頭 然後這個就是WONDA背包 當然就是 裏面有些是 Step-up ring 不知道會否有用到的 可以拿好 然後還有一些特別濾鏡頭 都可以拿好 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所以什麼都可以帶好 另外有ND 有光佩儀 看看打燈 色光也有色 7.0 電 5.0 電 尿袋 有幾隻尿袋 有144 尿袋 35 尿袋 24 尿袋 20 尿袋 24 120 尿袋 51.2 另外是Z9 還有我現在拍攝這部的Z30 這邊充電位 充電位就是有火牛 也帶了兩隻火牛來 Type-C 多 也有助充電 一開幾的助充電 可以插機也可以 可以插這個座位也可以 有很多Type-C 線 大量Type-C 線 也是Type-C 也是超長Type-C 另外有兩代的 剛才提及過有SD 這裡也還有兩隻 一隻是 Thunderbolt 4 Thunderbolt 4 的 SSD 4TB 另外一隻就是 Thunderbolt 3 的 4TB 也是 裡面有Type-C 線 裡面的掌機帶 另外還有一隻 Linear V Plus 也帶來做 Backup 差不多了 現在就我去洗澡了 我相信大家都不想太多洗澡了 洗完澡 可能我剪小片就睡覺了 明天希望帶大家 去看多些不同的東西 有些 聽聽我們的行程了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反正也是 因為我的房間 對著有一個油田 立即設置了一部機 做了一個Time-Lapse 機內直出 由夜到日 做一個過場仔給大家看看吧 早上之後 就是吃早餐的時間 早餐也算豐富 都是西式的為主 不會有些很特別的 外國人酒店 剛剛就吃完早餐了 現在就試一下 出去找些東西拍攝一下 那我們就出發了 Pshhh 我們在第一站的地點 就是The Green Planet 一個像動物園的地方 所以就帶大家去看看有什麼影 這個場地其實有些收費 收費約$200多 大家可以看看裡面究竟是否值得大家 給$200多元進去看看 現在來到一個套拜的一個動物園 一進去就拍一下生態 因為我們這次的套拜旅程 就不太多時間 有朋友就推薦我來這裡 The Green Planet 我看看有辦法的資料出來 就是一個可以在一個動物園參觀 一會兒進去看看 其實有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因為在入場的時候 職員就說可以隨便拍 但是在我們上去 最高層的樓層開始走的時候 突然間有個保安走出來 就跟我們說這裡是不可以拍攝的 我們說純粹是一個旅遊和參觀 但他就說不好意思 你們的器材實在太專業了 所以最好就是不要 如果需要拍攝的話 就可以跟辦公室申請 我們都不爭辯了 我們就把我們的器材盡量收起來 我就問清楚 那設定30可以不可以呢 他說設定30可以呢 我先繼續拿出來拍照給大家看 大家就沒有拍攝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了解不同旅遊的時候 當地的規則是怎樣的 當然我們開始了解了 職員說可以的 但是保安可能盡他職責 但我們都沒有跟他爭押了 所以我們盡量拍照給大家看看吧 其實不知道大家是否覺得這個地方有點像香港的公園 但是香港公園是免費的 香港公園是免費的 我們要付費的 唯有看到一些東西吧 好 謝謝 好臭啊 嘩 好臭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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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臭啊 其實這裡黑黑黑黑黑是甚麼東西呢 原來是看篇幅的 但是進去才不說味道 其實我基本上都看不到東西 不要說是鏡頭 我自己都看不到路 篇幅看不到 真的看不到 而且味道真的比較厲害 所以就趕快出去看看其他東西就算了 這幅都算了 不要理會他了 其實外面也是挺像香港公園的結構 也是不同的橋 就會在上面 可以看到一些小鳥 亦是可以再加錢近距離接觸他們 但當然我們也沒有 因為一來我們不是很需要這樣 而且我們遠距離觀察就可以了 始終都是 動物都不用迫他們跟別人相處 所以他們在這裡舒舒服服就最好 大家看到我原本是用1650 接著又炒了24120 最後換了85 1.2 為甚麼呢 因為發覺這裡的動物都很接近 所以我用了85 1.2 也好 可以快一點睡門速度 也能拍出來 更漂亮 這樣配搭 比較奇怪 但也挺有趣的 其實除了最重要之外 其實它有些叫做彭生物 即是蜥蜴 蛇 青蛙 不同種類的動物 但我沒有拍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那些玻璃也有點髒 是有些人拍的 用眼看是可以的 但如果拍不到的時候 通常用心音相就可以了 另外它有間房間 其實是在地道下面的 就是看夜行生物 裡面有貓頭鷹 和其他夜行生物 貓頭鷹比較容易拍 因為它很頂固 有了之前的經驗 原來是職員說得 也未必可以的情況下 既然是這樣 我去到未來博物館 一個當地很火紅的地方 我也是在日本之前 收了一支Gimbal 然後外圍拍照片 影片 進去裡面就算了 但原來是這樣的 因為實在太多人想進去 並不是排隊那麼簡單 原來當天 如果你想在Walk In 買到票 基本上是不可能 因為你買的已經是一個月後的票 所以其實我們又去不了 這是自己的問題 自己沒有做得招手疾 如果大家真的會去到杜拜 去到這些地方 預先看看他們的收府情況 也會比較好 不用像我們這樣 不閒一趟 接著我們來到一個舊市集 就是一個類似海邊的物體 那裡可以坐船 另外還有白頭仔 還有運貨 另外裡面就是一個很出名的舊市集 會有不同的活動 也會有很出名的黃金市場 所以這也是熱門的觀光聖地 所以我們也會自己來走一走 去看看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記得提醒大家 去到旅遊地區 旅遊地區 旅遊地區也不會是不好人 也不會是壞人 但是 記得就是要格價 是因為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店鋪 價錢都可以有距離 至於大家人生安全 其實只要你不是太過份 太不小心 其實也沒什麼 我自己的感覺都還好 即是這個地方 即是不會說 脂肪很差 也都是 所有地方都是乾淨 都很整潔 即是不會太過份的髒 這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挺好的印象 可能 始終這些是旅遊地區 也都是賣金的地方 所以對於這些保安 又或者是一些整潔度 都是不錯的 建議可以過來看看 如果想買手信 都是那句 記得要格價 會不會太過份的地方 說到這裏 真是旅遊區 真的很旅遊區 真的很旅遊區 很旅遊區 真的很旅遊區 來一來 所以當日我亦都約他一起去逛這個市場 難得去到外地都會遇到朋友一起去 第二件事大家可能都會問 究竟有什麼可以拍攝和不可以拍攝 其實就是我之前也做過這次搜集的 當然很對著人拍攝和侵犯性 到處都不可以 當日導遊也說 這些旅遊區大家都很接受相機 但當然我們心知 即使到處都不說 當有人跟你說話 又或者有保安走過來跟你說話 他們說不可以就不可以 大家就不要爭辯了 因為尊重當地的文化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不是每個地方都對攝影或拍照這麼接受 例如香港也是 如果用相機對著別人拍攝 別人不喜歡 你會不會繼續去 也不會 所以去到外國也是互相尊重 你可以記錄一下當下 記錄下旅遊的情況 但如果別人不喜歡 或者別人的法規或規例是不行的 就盡量不要跟別人爭辯了 黃金市場那邊始終比較少餐廳 所以我們走到遠一點 找一些餐廳去吃東西 因為走得很累 口渴又想吃東西 挺有趣的 因為杜拜是一個中東的地方 雖然中東應該多的 但美式餐都多的 我們在這餐廳坐下 已經是很美式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因為杜拜有很多美式食物 例如美國車 美國的食物 美式食物 連醫院也有美國醫院 其實他們也挺有趣的 另外 黃金市場 剛才大家也有提及過 黃金市場真的有很多金賣 當地人說金賣很便宜 但其實我自己是沒什麼需要的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如果真的覺得買金有興趣 都可以過來這裡 另外搶買金 即是舊市集 其實很多香料和紀念品都有 所以記得還是那一句 大家如果買紀念品或不同的東西 記得就是先格價 因為在旅遊區來說 大家都明白這件事了 其實就是街間的價錢 是不是只有這個 是不是只有這個 先出去看看 什麼 第一間 第一間是什麼 第一間是開多了 是嗎 多了 什麼 我也不知道 太怪太怪 不合理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就可以了 這樣就合理了 當晚 因為要去吃飯 即是跟其他 不同的國家的人 都要吃飯 所以 我們早點 進去酒店 準備梳西一下 因為天氣炎熱 比較好 比較便宜 我們在這邊 我最初 都打算去Uber 但其實我曾經試過搭的士 但搭的士的體驗 大家明白的 所以我之後 都是搭Uber為主 大家去到杜拜 如果真的自己去的話 可以考慮 的士和Uber 但是Uber 真的貴很多 真的貴很多 但是Uber 服務 我問當地人 都是說 它的價錢比較貴 但是服務 也會比較好 的士 可能 可能我遇到過 司機 可能是 大家明白 所以 有些 我最後都是 搭乘Uber 大家去到旅遊景點 看了很多東西 都蠻特別的 從杜拜來說 其實很痛 很有意地風情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接著 我現在已經回來 洗了一次涼 因為有點熱 接下來 會有一個 晚上 所以洗了涼 一會再出去 去吃飯 希望到時 有空拍片給大家 看看 待會見 接著我們坐旅遊巴 一起去到當晚吃飯的地方 那間餐廳 就是一個 叫做 超純菜的地方 本來是一個 日本餐廳 但是在中東 所以它混合了很多 自己的元素 都蠻特別的 另外 今次是 杜拜之旅 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杜拜團隊 除了有他們的MS 打率之外 還有其他國家的 其他國家也有去到 例如是台灣 新加坡 例如是泰國 例如是泰國 中東 其實這麼多地方 一起去做 同一件事 其實都蠻有趣的 亦都讓大家看到 我們香港人的做事方法 希望 盡量做好 令到大家 都會看到香港人做事OK 今天這條影片 先說到這裏 記得按讚 記得訂閱 記得訂閱 因為六成人都沒有訂閱 真的很傷心 記得訂閱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 再帶大家去看看 Z8的杜拜之旅 我們下次見 拜拜 並且按讚 我們下支影片 使用